這個比較新的嘛 因為剛剛謝龍介 他有提到說他不會去來參選你們這次的這一區的立委 那他會說他覺得他支持王世堅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初選 這個部分 我對我的初選非常的有信心 就如同我說的 我從來不打負面選戰 我們的選民包含長期關注志偉的朋友 看看志偉的臉書 看看志偉過去選舉的過程 從來都沒有打過負面選戰 我很有信心 那贏的人會好好的努力告訴大家 他為我們的選區 為我們的地方 為台灣做些什麼 那這些我期待 我期待 我期待 團結就是要自治跟克制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剛剛發表王議員 好像有派人到那個王世堅服務處 那邊了解一下剛剛受謊的那一項 剛剛是不是有派人到王世堅服務處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清楚 好 好 好 我沒有耶 沒有 好 謝謝喔 感謝大家 大家多喝水 好 辛苦了 那想問一下 龍貝賢就是現在有傳出說你要來選這個士林大同這一區 這個部分 你看 我不會有這個規劃 因為只有在幫王洪威胡選的時候 那我有上來 那隔天主委有打了一通電話 告訴我說你在台北市狀況很好 反應很熱烈 就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報告 我不會有這個規劃 所以確定不會選士林大同這一席嗎 不會 因為我要祝福王世堅 但因為現在這個 王世堅跟這個合作委兩個就是初選鬧得滿沸沸揚揚的 那現在藍營這邊好像都還沒有適合的人選 所以這邊你就是絕對不會清爭嗎 不會啦 因為你看嘛 我們每個區都有那麼多人在爭 所以競爭是好事 那最後是要團結 那自己的角色會放在可能不分區還是哪個位子 我們目前還沒有規劃 對 因為這個黃偉翰他有提到說 就是如果你要選2026的這個台南市長的話 好像要先去掌部分區的立委會是最好的一個位子 空出公沒在收假沒貼 現在2026離現在還有4年 所以現在自己2024也不會放在部分區的角色上 我們任何的位子跟任何的安排 我都會以大局團結為前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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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都支持謝榮界北上參選 嗯 支持謝榮界北上參選 謝謝大總 我第一次聽過 不過現在各地都在進行初選 我們尊重各地方都打破 有大大的想法 龍建兄很強吧 很多從北到南都很想找他 好 那方黎錦如主委想找他 真的啊 主席自己想找他 這個龍建兄是台南的大將 那大家就像柯知恩一樣啊 柯知恩也很多人想找他 那但是柯知恩現在就要拼進高雄市政府 他不會拼進其他的地方 好 謝謝 好玩 好比賽 好玩 不可惡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選民會判斷嘛 那我是認為講到鬼怪兩個字齁 算了我就接受嘛 那我是希望我的對手他們齁 對我的污衊到此為止 不要再自取其辱 我想選民會讓他們知道的嘛 什麼小我亂的大我 奇怪 我不懂這個邏輯齁 我再一次講齁 我信賴 但是不信邪 怎麼說我來選就是分裂 他們選就是團結 他們污衊我是為了團結 我如果稍微回嘴就是分裂 然後定義是怎麼來的我真的是不懂 我要的只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出選 有這麼難嗎 昨天有提到這個退休的部分 就是這次選完就要退休 不過剛才何志偉認為說 退休是私事 不要因為小我而亂了大我 所以這句話就我聽不懂 對 那是我的私事嘛 那怎麼會就是 怎麼會什麼小我亂的大我 奇怪 我不懂這個邏輯齁 我希望就是這樣 就是到此為止 我沒有什麼惡意之下 那接受我議會的同事的一個訪問 就是這樣啊 我說了我自己都忘了是什麼時候說的 奇怪怎麼那麼注意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一次講齁 我信賴但是不信邪 就是這樣 所以我來參與初選 我來參與初選 我是響應賴主席 他第一天就講了 他說這一屆的立委選舉 沒有限任優先都要初選 這麼講所以我來啦 怎麼說我來選就是分裂 他們選就是團結 他們污衊我是為了團結 我如果稍微回嘴就是分裂 然後定義是怎麼來的我真的是不懂 那我個人是小我沒錯啊 是小局沒錯啊 但是有完整的小局 才會有完美的大局嘛 大局也是無數的小局累積而成了嘛 所以我要的只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初選 有這麼難嗎 那已經在一個禮拜就要做民調 就初選就結束了嘛 不是嗎